我先问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自卑过 有没有对自己身上的某一个点 觉得特别不满意耿耿于怀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自卑感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讨论 自卑感和自卑情绪的人 就是阿德德 自卑感怎么来的 就是你不停地跟别人比较 你很在意外界的评价 然后导致你常常觉得 自己爱别人一截儿 这个就叫做自卑感 那么阿德德提出了一个名词 说为了克服这种自卑感 所付出的努力 就叫做补偿作用 那现在自卑感或者补偿作用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而且都能够应用的很好了 但是你真正能够超越自己的自卑吗 你能够做到不介意外界的眼光和评价吗 这个非常难对吧 那阿德德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总结一下有三条 第一条叫做器官缺陷并不一定会必然导致自卑感 就是说自卑感的根源啊 是非常多的 很多身体特别健康的人 但是他往往还自卑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别人看起来你已经很好了 可是你自己偏偏不满意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的努力 想要改变这种状况 对吧 那我就曾经说过 让人进步的都是负能量 对吧 因为我觉得身材不够好 所以我努力的健身 因为我觉得口齿不清晰 所以我努力的训练朗读 所以阿德勒就提出一点 说因为缺陷而产生的自卑欲望 是可以通过适度而合理的方式 得到补偿的 那这听起来 好像说这都是正面的 对不对 并不是这样啊 那么第二点很重要 阿德勒讲 说自卑感就是对自己 赋予了某种意义 所以你可能很健康 你也没有任何的身体缺陷 你在旁人的眼睛里面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可是你对自己非常不满意 这个就会导致焦虑 对吧 导致比较 导致你觉得自己很失败 充满了这种伤害感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给自己 赋予了某种意义 那这种自卑感 其实是可以消除的 怎么消除 我们来看阿德勒的第三点启示 叫做改变诠释的内容 才能改变行动 在阿德勒的成名作 《自卑与超越》里 他就写过 说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思想 不改变你看待这件事的角度 那么你的行动不可能发生改变 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这个观点就是来自于阿德勒的成长经验 我们知道他小时候患过抗楼症 对吧 如果我再告诉你一个信息 说阿德勒还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 他这个哥哥身体非常好 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学习成绩特别的好 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男生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特别有编剧思路的人 你会怎么来写这个故事 对吧 男主角 他的哥哥是一个完美的人 他是活在哥哥阴影下面一个 患了抗楼症的小孩子 然后后面的故事会不会很狗血 就是他此生都挣扎在他对哥哥的仇恨中 然后导致他的心理非常的变态 对吧 但事实上阿德勒完全不是这样来写剧本的 那么阿德勒跟他的哥哥感情是非常的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改变了看待这件事情的眼光 阿德勒在写自己童年回忆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帮助我 母亲和父亲已经为我尽了一切的努力 而且我的哥哥让我非常的快乐 你看 这个就是他改变了诠释的内容 哥哥从来都不是阿德勒的宿敌 而是他的伙伴 对吧 所以这样阿德勒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那如果拿弗洛伊德那个宿命的理论来分析的话 阿德勒的性格完全不应该是这样嘛 他应该非常的自卑 非常的敏感 然后充满了阴暗的这种人格 可恰恰不是 所以我们读了这本书就可以get到阿德勒的重点 就是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家庭的援助上面 而不是执着于自己比哥哥差 那他自然就不会产生自卑状况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学以致应一下 比如你小的时候被狗咬过 你曾经遭遇过一个很痛苦的分手 那这些都会成为心理阴影 对吧 但如果我们把诠释的内容稍稍地改变一下 说哎呀 我曾经被那个狗咬过 但是那个狗想什么样子我忘了 狗的那个牙咬进我身体里的那个感觉 我也忘了 但那一天我记得有一个路过的叔叔 他是个陌生人 但他非常好心就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医院 这件事情的角度是不是就发生变化了 所以当你改变了诠释的角度 你就会发现这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切都没有那么糟 对吧 所以案件一郎就在这本书里讲 说如果你了解了阿德的心理理论 你会发现自卑感的背后啊 是一个很深的问题 它关乎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价值判断 但很多时候这种价值判断叫做当局者迷 你对自己的判断是不清晰的 你并不胖 但是你总觉得自己还有哪哪不对 你其实挺好看的 可是你总觉得 我这个牙齿怎么怎么样一下就好了 我这个眼睛再割一刀就好了 这都属于当局者迷 这种恐惧也好 偏执也好 都会导致自卑 所以阿德勒就是那个拨开迷雾的手 他告诉你方法 让你去跨越这份自卑 甚至疗愈你的心理创伤